及时新闻综合报导,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员伊斯安·E.N.E.S.等,今17日与民进党立委会面谈论台美中未来局势,伊斯安认为台美需要合作才能保持台海和平稳定,但若台湾太弱,美国又不支持,情况可能就会比较糟糕。 伊斯安表示,依他的观察,中国解放军认为国军其实很专业,训练加武器系统先进,加上台湾人保卫家园的决心也越来越强大,虽然从解放军内部发行的报告,书册可得知对台威胁日渐增加,但仍然没有武力犯台能力。 伊斯安提到,台海的和平稳定符合美国利益,却台湾也是民主国家,美国人要支持民主自由,但许多美国人被中国派去的政治家和心理战专家影响,许多美国学长、分析家和政府部门不敢碰台湾议题,他认为这是不对的。 伊斯安说,若台美合作,中国绝不敢攻击台湾,两岸的军事冲突便可以避免,但要是台湾太弱,美国又不支持,情况就会比较糟糕。 他也强调,虽然台湾目前有能力保护自己,但台海的和平还是得依赖台美合作。